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你现在收听 报道有意思 我是金贤 来 在防疫的时候 都在家里收起来 手机 电视 一直找到有以前未完成 没时间看的影片 现在应该没时间看的都看了 给大家推荐和介绍 这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是国家的影视听中心 指引长王军奇跟我们说 国家会让我们看什么电影 来 军奇你好 军奇你好 各位听见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个影视听中心 它是电影院吗 先让我们看电影 我们这个中心不是电影院 但是我们这个中心是保存很多台湾以前的电影 例如说1960年代我们有很多很多台语品 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台语品 但是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中心 由他差不多民国七十几年开始就开始找这些亚评 就因为保存好 现在用数位化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时候我们的影院也会让大家看 现在因为疫情 大家没法到去影院 我们就在YouTube 帮楼顶管 大家就可以看这些老影片 所谓的老电影 它刚才军奇有露一点口风 它就露零哦 对对 五十几年前了 六十年了 对 那当时的台湾电影吗 对 那当时的台湾电影 那是什么时候 就是那当时台湾其实差不多为1950年开始 我们有头一部台语品 那当时开始差不多20年的时候 其实是台语品 替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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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差不多在1965年的时候 联合国那当时有一个阶楼就是全世界最多电影的 进一山的国家 台湾是一种一种 一九六五五五十五年前 对 台湾那当时 这个好看电影哦 对 这个量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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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后来因为台语品差不多 我们现在说台语品 其实大家要知道 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现在看的电影 其实也是说台语的 对 所以它也是台语品 不是说现在讲同学麦纳斯 其实全部还是大佛普拉斯 其实全部都是说台语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台语的时候 差不多会说是为1950年到1970年 那个时候是说 那个时候因为台湾其实那个时候 后来就有那个政策 说不可以说台语 所以我们现在说台语品的时候 是有一个时间的关键 就是说我们是说1950年到1970年 那个20年的时候 我们说台语品 但是不代表说现在没有台语品 现在也是有台语品 但是我们想要看那段烈数 那时候因为1970年后 因为整个文化的政策有些改变 那时候台语品差不多千多语 一千两百多语 但是我们现在找到这一百多语而已 是因为那时候台语品就没认识了 没认识了 那后大家想说 这个压语不知道 不知道要放到哪里 就没得到 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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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拿去做 做衬衫 以前的男人的衬衫 后面不是人子要立起来 放一个胶片 现在都是塑胶条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小时候 那男人的衬衫后面 那都是底片 都拿去回收利用 这样你要环保IT做 对 结果那都是我们很定贵的台语品 另外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塑胶 所以就那时候就用这些压语 把它烧掉融成 去那个木机上面的亮光漆 这么没认识哦 是 所以就是那时候 新压语 现在像我们找到 差不多百多语而已 百多语里面 再去找那个压语的状况 更好 更没派去的 再来做数位化 现在大家才能看到 做数位修复 这样 好 所以说第一 要把它吹出来 因为有的 当下已经被运用掉了 对 再来是吹出来之后 他通常状况不好 因为我们是小时候 之前看电影 有的状况不好 他都这样 像去折到这样 还有卡片 所以还要做修复 还有数位化 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是 要线上 就是说影视器中心 要让我们看的 基本上就是 已经都修理好 修理好 那修理好 修理好 那修理也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工程 因为 我们台湾又湿又热 所以那个压语 其实在台湾很不适合 不只小时候 又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醋酸症 它好像是鸦瓶 就要这样 跟人一样 它如果是醋酸症 它就差不多要熄了 所以我们就要 最好的环境 是说放在 我们说冰箱 高度 玉山顶的平均温度 那鸦瓶要放在那裡 才能好好保存 我还记得 相对湿度要50度 50%以下 台湾差不多都70 我们湿度 除湿机一开 差不多都70 80 但是那鸦瓶 要最少 50%以下 我们设计的时候 那当时 烏鲁瓶影片很贵 所以我还记得 我爸爸有一个 像放那个烏鲁瓶的 的生活 还把它放在面上 都一小格一小格 对 但是如果是银子 因为它是很大卷 对吧 就比较不好放了 对 那鸦瓶也能好好保存 才有可能做数位修复 如果是鸦瓶本身就失去 其实你电脑要怎么烧 也是没办法 对 那像现在已经修理好了 那也准备说 可以让我们看 你现在放在线上 他说是放在YouTube面上 对 放在YouTube 那当时可以开始看 我们现在到今天 还有一个导演 林团秋 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导演 他以前其实 他也有参加到 文化 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新剧 他跟张文桓 还有鸦瓶 那些人其实都做会 他在日本东宝 做到副导演 日本东宝 很厉害 那当时 台湾人可以去日本 做到东宝 这么大片场的副导演 其实很厉害 回来台湾后 因为台湾就 环境不好 因为他自己是 桃园一个矿业小开 他就没有继续那些 有一次 他在东宝的 韩国朋友 来台湾找他 就跟他说 你在东宝 那些东宝 你怎么回来台湾 没想到你 要为台湾电影 贡献一些生力 因为韩国朋友 看那些台湾电影 觉得这只副导演不好 所以他就 跟林团筹 跟林团筹就想到 对啦 其实我们台湾人 如果是可以 自己去电影 一定比日本人更好 所以韩国朋友 刺激到 他就开始去电影 所以我们很幸运 可以看到他三部他的片 我们现在在设计 在YouTube 从哪里都可以看 不用会员 不用什么 你就点进去 记住 就可以看 三部他的片 丈夫的秘密 其实他以前 他本来的名字 有最错练 但是片商 他觉得这个名字 比较差 所以就换做 丈夫的秘密 还有一部 是五月十三 三清夜 还有六个嫌疑犯 这三部片都经典 经典中的经典 哪是有机会 偷偷看 你就觉得 哇 其实 我们叫做 他是霸气外露的 台湾导演 他就是 有这些人 又去一个片场 头像那 一个湖山片场 还有演员训练班 所以大家都设计 张美瑶 其实就是他 混乱出来的 这样喔 对 对 所以这个导演 他也是想要振兴 台湾的电影 对 而且他很有材料 如果这样 像这个片子 你说他 五月二八 就 开始上线 可以看吗 对 今天是六月二号 对 现在可以看到哪一部 要怎么看得到 这三部都可以看到 到明天 哦 然后我们 这个周末 还有另外一部 导演 就是星期 也是另外一部 很厉害很厉害的 台湾导演 星期听起来就 很趣味的名字喔 对 辛苦的星 奇怪的齐 对 他很有名耶 对啊 大家如果是 这个以前的电视剧 《西螺七侃》 《西雷七侃》 对 以前就是他为台湾 然后因为台湾 就 那市場比较不好 就开始起电视 啊 这次就是他的作品 嗯 嗯 所以有特选 两位 最重量级的作品 对 哦 啊所以 《西雷七侃》 他的作品是什么 《西雷七侃》 他的作品 其实是这个 真有太多的作品 嗯 真有太多 是说 他也经历过 台湾 五十二代 白色恐怖 有这个事件 那 他就觉得说 其实 他很有社会意识的 嗯 但是他知道说 电影最重要 就是大家要看 家庭 大家要看得开 所以他 他很知道 要如何 用电影 这个故事的方式 比较娱乐的方式 嗯 对社会的观察 对社会的这些事故 放在这个看起来 很通俗的故事里面 嗯 所以有一次 像我们现在 判断的 就是危险的青春 嗯 嗯 那篇就是在批评 说 我们现在进入工商业社会 嗯 大家都 唯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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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看得很重要的 所以那篇就是说 人的心情 如何 因为爱情 因为金钱 所以就 就扭曲了这个人性 所以他的篇就是在批判 嗯 不过故事就是很通俗 就是一个爱情 爱情故事 女主角 还有一个男主角 爱情故事 不过来面很多 对于我们讲 资本社会 嗯 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一个批判 的一个思考 然后跟一个观察 嗯 另外还有一图就是 《三八神牛共驾驶》 诶 诶 诶 这就是喜剧 那 那真美 真美是跟 我们这次星期导演 的作品有两部都是真美 嗯 真美那时候很账 很账 很账 一线天后 啊 《三八神牛共驾驶驶》 就是 人的少年人 要结婚 但是 班园爱要结婚 但是 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不允许 做会 所以是一出喜剧 要怎么爸爸妈妈 不要做会 大家看就知道 嗯 这有一个故事 在里面 哦 你看哦 这就是以前的人 啊 嗯 爸爸说哦 你不可以揣 你就不可以 妈妈说不可以 就不可以 对 不像现在说 已经都看得差不多 跟你说一下 对啊 但是这两个人 就找到 原来 爸爸妈妈 没有原因 我们做会是因为 因为 因为 原来他们以前 很清楚 对 原来他们以前 点点点 这样 嗯 所以这个星期导演 他的评 你说 也是这几季 也是三季吗 对 这次也是三季 六月四季到六月十季 就像这个 杜恩 还有星期还有一个是 《地狱新娘》 对吧 对 《地狱新娘》很有名 对 它也是一部很厉害 因为那个故事是 由英国的罗曼史小说改的 所以它的故事本身是由 由外国来的训练 不过就变成是 台湾的故事 所以台湾的人 看到说 其实《地狱新娘》 那时候已经很国际化的 大家都说 《地狱新娘》 就说《地狱新娘》 不过我们现在都说 《地狱新娘》 就是国际化 所以那时候 我们看到 其实《地狱新娘》的导演 不仅是星期 林团圈 也是 他那时候 在拍片的时候 那个训练 已经是国际化的 《地狱新娘》 那当时 其实也怕出去台湾 我们 由美国带了一些 鸭品回来 结果里面有找到台湾 所以表示 六户年的时候 台湾其实是 全世界跑步走 全世界都有可能 看到台湾 不仅是在台湾 所以以前台湾成国际化 对 那当时的原因 那时候有什么影展 我们就可以去拍拍走 第一次播放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YouTube的聊天室 跟其他的观众朋友 做回台湾 哪看哪台湾 所以还有其他聊天室 对 你看我们在看电影 去逛的时候 我们跟别人 稍微聊一下 哇 就有人给你 看一看 对 对吗 对 我们就想说 这次大家在家里 没法寻找 就为这个 设定 可以有一个聊天室 所以也是 可以用 跟别人聊天 台湾的方式 这样就比较不高 就比较不高 跟其他人在家里 没有人可以说话 我们就为YouTube的聊天室 做回看电影 做回台湾 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 我们还有一位夜天轮导演 也在做回看 就给大家看 哪看哪看台湾的发音 是怎么不高 是文言的发音 那很多 很多人很厉害 可以哪看哪看 大家说 哇 这个音乐 它这个西洋古典音乐的配乐 是哪一首曲子 所以很趣 平常是 那些人看 大家还没法讨论 但是 因为YouTube聊天室 很多人 都可以分享 怎么讲 这个冷知识 你会发现 看了 不仅是看电影 还可以胸口 看电影 不是仅是看电影 对 聊天室呢 你又去得到 电影相关的滴血 这是双重 对 对 因为以前 我们这个 国家电影 世音文化中心 这是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做这个活动 那 线上零距离 这个 对 宅家电影趴 给你当家的 也一直给你开趴 对 一定要一直开趴 一直开趴 一直看下去 但我真的有一个问题 因为 我们以前 比较不要用过这款界面 嗯 所以之前很想要看 嗯 那我 我要怎么进去 我就拍到YouTube 然后 找到那个连结 上去就可以看 这样喔 对 所以你有去国家电影集 即视听文化中心 名字更短 但是如果你们拍国家电影 YouTube 其实应该我们的官方频道就会照出来 因为国家电影 这四个人 我们应该是注册商标 那以前我们是求最国家电影中心 那后来我们想到说 其实以前的时候 电影 电视和公布 其实是都 在一起的 很多 很多 电影 以前其实是在广播电台 所以 我们后来并做的是 电影 即视听文化中心 但是如果你们拍国家电影 YouTube 你用这个keyword 就在找到我们的YouTube的官方频道 官方频道你就 点下去 就可以看 也不用登录 也不用注册 也不用注册 什么都不用 一切免费 都免费 对吧 我们国家让我们看电影 对吧 还看台语电影 对 而且如果你有朋友在国外 无关系 理工 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哪里 这都是专举 都可以看的 所以如果有亲戚朋友在外国 也可以分享这个连结 让他们随时都可以看 其实现在说要去找修复好 还有经典的台语电影 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 就来这找 就来这找 我们在YouTube的官方频道 又有一部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 叫属电影的人 只有纪录片就是 这个和大家 属电影 属 苏黎安1234 属电影的人 这个纪录片也是免费的 就是让大家看 我们在做数位修复的时候 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们是从哪里开始做数位修复 做数位修复的 做数位修复的 目录是什么 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看这部纪录片 这个属电影的人 对台湾电影 所以她的纪录片很豐富 很澎湃 因为大家不能说台语 如果要做台语电影 就这样塞下去 到要去修复 我问女君子 因为你说修复的时候 第一个的状况要有一定 不然也不必修理 对 不过你说在修理的时候 昨天你要去回复 有的是议员回去 或是说设定 是不是要很专业 或是要有什么样的专长 我们不是你刚才说到的色调 我们就要做研究 他了解说 以前那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想到的纪录 但那时候 差不多五十年 人家的纪录录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做历史考究 他知道 那时候的纪录 差不多是什么纪录 我们不能用今 我们最纪录的纪录去做 所以我们在做修复 有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修旧如旧 所以不是说 哇 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 那样漂亮 那色这么鲜艳 我们就用今的颜色 把它放上去 那不是 因为那不是 我们要放 就要放 那时候的电视 那时候的电影 看起来是什么颜色 所以 今天我们有放一部 大甲妈祖回娘家 那是一部 EQ EQ 被民国七十几年 被中式的一部 黄春明老师 所制作的 一部电视的 即时节目 那颜色 其实就是那时候 大同电视 会出来的颜色 不是 所以大家看 这个颜色 哪里没有那么鲜艳 那怎么跟现在电视 看起来差那么多 因为我们 不是要用今 电视看到的颜色 那在大同电视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人看到什么 我们就看啥 所以这一条 我们希望大家看 这些老电影 其实是 不仅是看电影本身 也要看那些人 他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东西 对 这一条我们说的 结束 你看 这个 国家 电影视听中心 说起来是国家的 所以他要去 保护 或是他要去延续 他这些 台事电影的生命 又让大家更了解 可是这个过程 又不能说 把他修理得像新的 你这么厉害 好像重新拍过一样 又不可以 我们要恢复 原来的姿态 对 这人觉得原汤原汁 虽然他修理过 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我们说苦心 还是热情 所以呢 来 最具体的表达 就是说 可以上 你打国家电影 对吗 YouTube 又叫YouTube 对 今天说这些电影 就可以看 对 后来这个三部 新起导演 要再等 要到六月四号 也就后天 对 我们有在算订 一星期的时间 随时都可以看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其他朋友 做回台港 太好了 可以对我 我也去台港 哈哈哈哈 对啊 欢迎大家来台港 欢迎大家来说 哇 金玫 他真的很漂亮 我每次看到 我感觉 有够漂亮 对啊 以前的人漂亮 都漂亮 嗯 对啊 所以就是 哇 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很多年轻人 好像发现到 不可能是 看到这些老的压评 其实很多年轻人 也很介意 他看的时候 哇 原来刚才说 阿嬷是当时的 男神女神 原来是新嘴这款 哇 原来当时 那个 白苏公地狱新娘 其实是在淡水 淡水 这些事院那些 别增血的 大家就看到 哇 哇 原来当时 台北敲逃生醉这款 哇 原来当时 淡水生醉这款 所以其实未来 看到很多很多台湾 以前过期的 人也好 或是母也好 或是竞选也好 其实很定規 他看电影 他台湾电影 高烈舒选 他绝对不只看电影而已 欢迎大家 跟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做回来看 好 线上一打开 就这样跟阿公阿嬷看 爸爸妈妈看 就不是你看你的 我看我的 对吧 对啊 好 今天感谢这个军琪 王军琪 这喜欢我们 谢谢你 好